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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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电的部分 那可以观察一下 因为台积电 其实最近来讲 大概600块 这个地方也具备 实质上的一个资深 那联电的部分来看的话 其实股价已经跌了一大段之后 那这个地方来看到 其实半导体未来的一个涨况 相对上来讲 也是比较好 所以我觉得 假如联电跟台积电 这个地方可以往上来进行反查的话 对于整体的一个指数的部分 当然会有帮助 另外一块就是在IC设计的一个族群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因为股东会陆续的 在五六月份要召开 那很多的个股的部分 前两个月 就会进行所谓融卷的一个回补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你比如说像资源的部分 因为它的卷值比 相对上来讲比较高 那资源角往上来进行攻坚的话 那其实昨天表现比较强劲的IC设计 你像6104的创委 昨天的股价也来到涨停板 也创下了波段新高的一个水准 所以我觉得IC设计 它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气的指标 不过资源哥我想问IC设计 这两档指标 一个是智源 一个是创委 他们的当冲率都蛮高的 尤其是智源 他同时具有高卷资比一个嘎空的利多 但创委昨天在智源的部分 昨天创高的时候是它是留了蛮长的上影线 但是外资跟投信都还持续在买超 高档现行相当的强势 日K连红 开盘还可以追价吗 那6104的创委在昨天盘后 他是公布了1月份单月的字节财报 1月份是赚翻了 1月份的获利竟然是比去年同期大增了8倍 而且一个月赚的就比去年第一季三个月 还要更多 EPS高达1.42块 可是创委也是一样 昨天拉出了红磅 已经领先反应了 那昨天股价也是有创将近本波段 逼近新高了 那到底应该怎么检视这两档 这一波领头的IC设计人气股今天开盘的操作 你怎么建议 对 没错 我想以资源来讲的话 其实我们来观察一下它筹码面的部分 筹码面的部分来讲的话 其实昨天是资减倦减的一个情形 所以再加上留下比较长的一个上线 所以我个人觉得以资源来看的话 其实短时间这个地方 大概会比较进入震荡整理的一个格局 那6104的一个创委的一个部分来做观察 其实昨天才刚刚凭了新高的一个水准 再加上农券的部分来看的话 其实你可以看到 昨天是增加了快两千张 那农券的部分 当然也增加了1100多张的一个水准 我个人觉得以创委来看的话 股价这个地方来讲 应该会表现相对强劲 也就是说以Type-C为主的好 那讲到Type-C的部分来做观察的话 当然除了创委之外 你比如说像通家 上88的通家 或者是2436的一个群店等等 这些快充的部分 因为我个人觉得以内股来讲的话 只要有领头羊往上来进行攻坚的话 其实整个内股的部分 或者是族群 就有机会来呈现比价的一个效应 所以在创委往上攻坚的一个同时 你像2436的伟权店 或者是3588的一个通家的部分 我个人觉得这个地方大概也有机会来呈现比价的一个效应 好 那今天如果大盘开高的话 投资人还是要持续的把资金部位 网元物料股配置比较多吗 因为国际油价昨天又大涨 创了大概2011年以来的新高 那乌二大战现在也引爆了农粮的通膨 由于现在产品涨价的速度是跟不上成本的飙升 今天还传出国内的这个农粮相关的 尤其是成品油相关的食品厂 像是福寿啊福茂油啊 还有南桥莲华等等 短期的获利都会面临极大的考验 那最近黄小玉的价格也在飙涨 那包含了这个钢价 今天也有传出中钢第二季的盘价 有可能会再度的上涨 可能会跟进欧洲钢价 是跟上这个国际钢价的一个涨幅 那昨天外资买超的第一名就是中钢 外资昨天买超中钢快有三万张 包含了大成钢啊中红叶辉 都是昨天外资买超的 那另外讲到农粮概念股的部分 1722的台肥 昨天外资也买超了快要有两千张 那你会怎么观察台北股市 如果今天有望挑战季线跟万八 那资金到底是应该会回头来布局 位阶比较低的电子股 还是这些具有涨价所支撑的原物料股 今天还有卡位的空间 对没错 我想目前来讲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说我个人觉得 此股大概是五成以下 不要太高 因为毕竟普丁还是一个风险 能不能解除所谓的一个风险的一个关键 当然在普丁 那电子股的部分 因为很多的股票说真的也觉得蛮深的 那当然也有强势股的一个部分 那传能股你可以看到 最近来讲不外乎就是一些原物料 比如说像钢铁 或者是在航运的表现相对上来讲 是比较强 所以我个人觉得 你的操作上来讲 大概就是一个平衡布局的一个部分 那原物料因为俄罗斯跟乌克兰的一个战争疑虑 所以导致成原物料的股票 说真的最近的表现相对上来讲蛮强的 你可以看到CRB的一个指数来讲 一直在创下波段的一个新高 那原油黄金铜铝等等这些 甚至面也大概都是蛮强势的 以最近的一个报价来讲 那股价跟报价的关系 应该这样说 就是说当你报价 原物料的报价呈现震荡走高 或者是强势的一个表现的话 其实对于一开始 当然原物料的股价都会呈现 比较大转的一个走势 所以以这样的情况来看 我个人觉得 你比如说像油价 油价今天又创下了波段的新高 真的是蛮强的 那这当中来讲 假如说当然比较会表现了 大概二线的一个数二股为主 不过就是说 以源头来讲的话 大概就是以台数实化 或者是台数集团的股票 相对上来讲 就短线上而言 我觉得也会有具备表现的一个空间 那另外的部分就是在黄金 其实黄金最近的表现 相对上来讲也蛮强的 那黄金的部分来讲的话 你比如说像1785的一个 光阳科的部分 或者是加龙啊 金义鼎等等 这些的股票 短线上来讲 只要黄金 它可以呈现 比较强势的一个表现的话 我想这一些个股 大概短时间 也都会有表现的一个空间 那另外的 在铝的一个部分 其实铝最近的股价来讲 也真的是蛮强劲的 那台湾的铝的相关的一个部分来讲 其实说真的不多 那大概一般市场来讲 大概就是以2027的一个大成钢为主 所以你可以看到 最近的一个大成钢的一个表现 相对上来讲也蛮强劲的 另外你比如说像镍的部分 当然镍就是不锈钢的一个主要的原料 那当然这当中来讲 比如说像蕴墙啊 等等这些的股票 我相信只要镍 你认为都还有高点吗 对 其实这些股票 我说真的 因为厄务的问题 目前还是蛮诡谀多变的 所以我觉得这些大概 大家讲短波段的一个操作 也都是OK的 另外的 比如说像铁矿沙的一个部分 因为最近来讲的话 其实在铁矿沙 也都有震荡走高的一个态势 所以你像中钢 中钢当然 它的一个股息 很高档连两天都是出现收拾自赔 对 没错 就是说我个人觉得 就是说以中钢来讲的话 其实股价也是有震荡走高的一个态势 因为它公布了 它的一个股息殖利率也不错 那只是说这些报价的部分 假如它开始出现 就是说高档开始出现震荡 或者是开始出现往下回挡修正的时候 那当然你就要进行 所谓的一个获利了解的动作 只要它的报价还是在震荡走高的话 其实这些股价都有机会 另外的 你比如说除了这些之外 像比特币 其实最近的比特币也大涨 大概在4万4 4万3这边的一个水准 那当然你比如说像2377的一个 维新的一个部分 其实维新 它目前的本益比相对上来讲 也是比较低 那另外的 它的股息殖利率相对而言比较高 所以你像维新 像技嘉等等这一些 以显卡板卡为主的 或者是以电竞的 这一些为主的一个个股来讲 我想股价整理完之后 你当然也有机会 那Space的一个低轨道卫星的部分 像台阳 森大科的一个部分 那当然就是说 低轨道卫星这一块 相对上来讲 它的营收跟获利的一个数字 就没那么好 所以假如说 你真的要操作这一块来看的话 我想就是以短线上的 提债性的一个操作为主的 好那赵利 我们还有30秒钟的时间 可以帮我短解一下 这个台积电 埋600元的价位 昨天台积电有守住 可是外资还在卖超 那过去这8天以来 外资光从台积电就提款了 1162亿之多 但这个600块附近的铁板区 你认为这边是一个 好的长线买点吗 对 没错 我想这个地方600块附近 应该是一个 短线上不错的一个买点 那当然必须观察 美股的部分 因为外资最近在提款 所以当然与这些大型股为主 只要美股慢慢的走 我们开始圣诞保抗 我觉得台积电 联电 这些相对也都会有 反弹的一个机会 好 非常谢谢赵利 在今天盘前 帮我们做盘式的分析 还有今天盘面资金流向的 沙盘推演 那当然 有没有决定 该把线下你 顶不叭 还会有更多机会 这就是 如果真的非常心愿意